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发生事情的地点 不是在高山上什么偏远的部落里面 是在一个车辆平常往来的非常的多 而且周边有这么多的住户 餐厅 旅馆 还有像必沙渔港的直销中心也设在这里 尤其附近海洋大学在附近 有很多是专门租给海大学生的这些小套房 现在怎么办 如何在那里安居 如何乐业 所以他一定要去把他的地址的稳定度 你要确实的掌握到 这第一步 你要确实的掌握到 应该要牵走的人 你就让他牵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刷符石的工作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大石头 它就是一个符石 它是不稳定的 刷符石怎么做 刷符石 好 我们现在讲 有一个地方现在做得很好 泰鲁阁峡 三部五石我们看到有陆克进去了以后 咚 掉个石头下来 掉个石头又把人砸伤了 非常不好的事情 太鲁阁峡 它们就是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处 和公路总局 它们每年做一次预防性的刷符石 所谓预防性的刷符石就是 我们先去调查 看看怀疑这个山头 是不是看起来有一点松动的现象 然后我们把空照图拿出来掉一掉 掉出来看看 这个地方有一点地表上 我怀疑它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之后派人上去踏刊 派人上去看哪边有问题 确定它有问题了以后 把那个石头就先推掉 推掉 推掉 我不让你在上面摇摇欲坠的 我先把你推掉 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人的生命是无可弥补的 所以它做预防性的刷符石 每年一定做一次 它做一次的以后 就可以把可能发生的危险 尽人的努力降到最低 也就是把有可能危险的那个因子 全部都去掉 全部去掉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看 刷符石的时候 看看它有些路已经封闭了 你就知道 它那边掉下石头 掉得多严重 我还必须要跟主播强调 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泰鲁阁可是大理石 大理石的峡谷 它是这么稳定的地方 这么稳定的结构 可是它也会因为风化 因为地震的关系 造成它的结构松动 更何况基隆 这个是沙叶岩 更何况基隆 沙叶岩 沙叶岩远比大理石脆弱太多了 所以更应该 好 你现在知道了 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浮石在 或者你赶快去做监测 找到空照图 找到卫星征照 仔细地把它对出来 对出来以后人上去看 这样说起来 台湾要做的还真的非常的多 是 词 继续 兰